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文化大学政治系的讲座教授陈一新老师跟我们来分析一下 那川普呢基本上呢动作还是很多 美国再次呢又兴起了这个就是国内这个跟他的在野党对峙 所以呢又有这个政府听白的问题再度上演再度 另外呢比较大的新闻就是说呢川普呢跟这个中国的之间的这个贸易谈判呢 似乎有一点点触焦所以呢全世界呢都非常的紧张 那么川普说3月1号之前呢不会与习近平见面了 那另外呢美国的媒体呢还爆出说呢下个礼拜呢 川普会签行政命令来封杀华为 就是任何的这些网路上呢都不可以使用华为的产品 还有中心那这些东西呢会不会使得中美的贸易谈判呢又出现变数 但是呢川普当然还是不改他一贯的论调 就是说呢他对中国是没有敌意的 然后他非常喜欢习近平 然后谈判非常的顺利等等的 所以美中贸易谈判究竟会怎么发展 那另外呢川普呢跟金正恩的二次会面时间已经敲定了 就在2月27 28号会在越南的河内 那么为什么在越南为什么在河内呢 川普这一次想要干嘛可以干嘛呢会怎样 那么川普呢他呢在任内第二次发表了国情咨文演说在美国国会 倒是呢引起很正面的一个回响 那么对他的这次国情咨文演说呢 他的国内民调的满意度很高 美国人这么容易被取悦啊 好我们来请教一下陈老师 老师早 各位听众早 老师先跟我们讲一下这个川普的国情咨文好不好 好国情咨文大家都知道呢 他这次呢可以说是稍微降低的姿态 但是坚持的还是坚持 比如说这个围墙的事情 美墨边境的围墙他还是要坚持 另外这个对于华为的封杀他还是坚持 虽然贸易战有进展 但目前是说有很多人担心可能会在3月1号以前没有协议 但是呢你可以看到一些最近一些动作就是 第一个动作的很重要的就是 川普的白宫的官员说 他们会通电话 通电话呢就又有很多事发生了 虽然川普曾经前几天才拒绝说是要跟习近平在3月1号以前会面 但是通电话呢就可以改变很多事情 既可以在电话里面达成协议 也可以电话里面达成不了协议 也可以在约时间再见面 所以说中国大陆现在也放话说 第一个那么美中的贸易谈判可能会延两个月 当然两个月可能会太长 但至少会延期是不无可能的 美方也这样说 假如说谈得很顺利的话 那么一时又完全没办法谈完的话 那么就不如延期一下 可以让最后把最后的谈成 换句话说本来的dayline 就本来的这个停火是停到3月1号 那现在可能会延期就对了 再停久一点 不延期中间还可能还包括川普手下的官员 还告诉大陆自己私下谈的时候 还说说不定他们想邀请习近平到华府来看一看 而且不知道啊 可能要到佛罗伯里达州的浦海庄园 再去一次 再去度假 二住游 二进攻 他的下攻 这次再去下攻 这个川普不知道又会演出 上次是他在下攻吃饭的时候 他就攻打叙利亚 他会让习近平又惊讶 另外还有一个更重要的消息 很多人忽略了 就是我所听到的大陆的内部的人在谈 事实上两会 就是3月初的两会 尤其是人大已经准备要立法通过一些 中美之间的贸易协议 包括自台权现在还在促交 尤其是要美国公司 交出他们的公司机密 作为交换 市场准路的条件 这个也可能要立法不准 另外呢 这个2025的中国制造的计划 也可能要立法通过 调降速度 调降温度 降温降速 那么这个里面可以看出来 中共在这方面 很多浪步 现在美国为什么一直还要求 中共做更多浪步呢 就是说过去中国也做浪步 但是不一定都完全实施 讲了说不一定算 说了做一套 做一套就做一套 甚至立法的也有 也不说没有 中国也有这个制裁权的立法 但是从来没有认真实施 认真执行 而且执法不言 或者是根本就是 根本这个 真言必言的 任由中国大陆的 不但是民间那个盗版 这甚至官方呢 也是整个国务院 可能只买几套 那就让美国很不爽 你等于是呼隆美国 上于政策下有对策 所以这就是美国要求的是 你执法的如何做到 做出保证 落实 落实才行 还有这样子的 中国人常常骂美国 出尔反尔 中国呢 美国骂中国 这是说的不做 但问题是说 中国这么大 这个美国就相信 中国政府的能力就对了 就中国政府 如果真的要管的话 是可以管得到的 是可以管 这就看执法严不严了 美国还会审查 就了解的审查 也不是最近才开始 他们不是要求 美国贸易代表处 就经常在三个月审查一次 他们不是要求 中国要人权吗 要法治吗 那个可能想太多了 川普是用这个做幌子 来要求他一些实际利益 至于人权民主 川普也三伯 不会笨到说 那么中国就会立法通过 也计算通过 也不会去执行 所以他觉得 就是要机构改 这个叫结构性的改革 那还可能做得到一部分 习近平不是说得好吗 说在去年12月18号说 该改的 我们就坚决改 不该改的 我们坚决不改 但是什么都该改 什么是不改 那刘习近平说了算了 所以也不叫丢脸 反正我也说 话也说出来了 看起来很强引气 是很软的一个话 那所以说 因为我们现在已经 讲到中美贸易 待会我们再回来 继续谈这个国情咨文 那3月1号呢 本来是原本的daylight 就原本是说 指贸易呢 指休战 停火到3月1号 那3月1号呢 如果谈不出来 大家呢 两边也释出 比较缓和的讯息 就是说 这就不代表决裂 不代表贸易战继续 搞不好我们就会先延迟啊 然后呢 通个电话呀 见个面啊 都有可能啊 所以可以看得出来 双方呢 虽然呢 没有办法一时之间 在3月1号之前 顺利的完成贸易谈判 但是呢 也不愿意就破局 因为如果再次先高 这个贸易战的话 可能对两边都会受伤 不过呢 两边又要装出一副 好像这个 互不退让 可是其实是希望能够达成 那么这中间 陈老师 川普跟金正恩的见面 待会我们会谈 但先谈一点就是 他们两个见面 会不会跟 对中国大陆施压 其实也是一个重要的考量呢 会 我想会的 所以才会在2月嘛 对不对 2月27 28 是 金专会 二度金专会 那么为什么时间摆在这一点 这个正好在3月1号之前 对啊 这个每一个时间点的安排 都是有它的作用 嗯 金正恩呢 在这个朝核问题 没有做出 像样一点乱步 不可能全让了 但是我们也知道 这是不可能做到的 但是做出一点 姿态性的让步 或者做出一些 让美国可以勉强 不满意 可以接受的让步 那么 就有助于 美中贸易谈判的 这个发展 假如这个金正恩 没有 10的关税的这个产品 通通通升到25 那中国大陆每年 就要省出 5-6千亿美元的 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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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会就这个 贸易的 变成 变成 中国大陆变成 有贸易利差了 会损失很多 那等于把美国 赚来的贸易顺差 全部花掉了 所以说这个 川金会的气氛 川金会成功与否 也会牵动 中美贸易之间的 不打朝鲜牌的朝鲜牌 是 好 那我们回到 国情咨文演说 请教老师 川普呢 当然呢 这个 极尽三情之能事 然后电视 电视的梗很多 铺很多 但是呢 这个川普一次的 国情咨文演说 就可以拉高 他的民调支持度 然后就可以改变 他的形象 然后挽回 他在政治上 一种种的重大危机 有这么戏剧 确实都是 川普在 国情咨文之前呢 民调就到 从四十几 降到三十五了 那这次民调 又拉回来一点 显然是 川普是会 很会算计的 我认为他最了不起的是 人去人生 大丈夫 大丈夫是人去人生的 韩庆能够 跨下之如的可以接受 川普稍微 降低一点姿态 低调一点 有什么不可以呢 所以他一低调 马上就赢得 美国人民的战争 国情认为他太高调了 太强势了 现在稍微低调一点 一方面有通俄门的压力 也调查的压力 另外一方面呢 这个之前呢 那个国情认为 还要得到 众院议长呢 普洛西的这个 一个同意 才能够发表 否则众院议长 是有权挡住他 至少可以挡一阵子 长期不让他发表 国情认为 当然也与理不合 也会让众院议长 普洛西呢 这个自己受伤 但是呢 挡他一阵子 是可能做到 所以川普呢 最后 也之前就对 这个普洛西呢 大家赞美 说他是很了不起的意思 等等拍马屁的时候 他也会拍 虽然是他是总统之尊 来拍一个众院议长 但是他还是可以 说降低姿态 就降低姿态 说是这个 放软声调 就放软声调 真是厉害 这个就是他厉害之处 然后该坚持还是坚持 比如说美墨 美国围墙啦 对中国华为的这个 这个管制啊 或者是抵制等等 这个都是让美国 很多人呢 蛮非常满意的 他的整个演说呢 事实上呢 还是再一次的 重新的强化 他在许多 极右派保守上面的 态度跟主张 譬如说反多胎 他也讲了 那反对移民 这刚刚您刚刚讲的 美墨高墙 一定要盖 他如果美墨高墙 没有盖的话 他下次总统选举 就会被对手拿起来 好歹要开工 对 但是做不完 可能慢慢大家 对手要开工了 对 否则的话 这会变成他下次选举 对手一个很大的 一个攻击的目标 因为这是他最重要的 一个政见 高调主张 移民政策是非常强势的 对 尤其不准美墨西哥的 这个非法移民进入 因为其实这是违反 美墨边界的 墨西哥的 一个生态 因为过去的美国 加州啦 墨西哥州 都在农忙的时候 移民局就睁眼闭眼 让那些农工呢 来到美国来打工 对 然后呢 他们还为了怕警察抓到 还注意 故意的养勇 所以只有十倍 wait back 前面还是干的 所以说他们 墨西哥很厉害 养勇的 全世界第一流的 一大堆人都在养勇 逃出美国 然后呢 到了农忙结束的时候呢 美国这个移民局 就是 表面上这个空袭 其实就是来抓人 抓人 把很多人都赶走 但还是有一部分 留在美国 这就是美国之间的一个长期的一个 因为农业要收成的一个自然生态 那这里面呢 现在围板的 当然墨西哥人还是厉害 我有学生 墨西哥学生就说 你住高墙 我可以挖地洞 所以说厉害的 他各有 你有胜策 我有对策 所以说根本不在乎美国的挖高墙 而且就算监制器不满 墨西哥人总是可以 就跟以前那个 集中营逃狱的那种人一样 总有办法逃出去 就是这个生命会找到出口 对 有高墙我们就往下面挖就对了 对 就算飞不过去 至少往下面挖得过去 因为美国其实很缺 很缺工 没有人要做那么粗糙的那种龙工 对 所以而且很多啦 比如说餐厅里头的 很多他们的工作人 其实都是墨西哥人 墨西哥还有那个 那个一些美国的 有一个鼠地 就是想要变成第51周的那个 那个地方的人也都在餐厅打工 那是Amigo 他们这叫做 所以说对于这一次的 国情自文演说里头 他再度针对 川普的支持者 然后在国会里头 用这样子的一个高的规格 然后煽情的演出 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影响美国选民的态度 就是美国的共和党的全国委员会 已经决定提名川普了 那大家不要有任何幻想 就是我就是决定你下一届的总统 而且口号 这次国情自文演说是 你们选择伟大 下一次的那个竞选演说 2020年的时候的选说 竞选演说的口号就是 Keep America Great 就相对于上次的Make America Great Again 那这次则是让美国继续伟大 简洁有力 所以第一任已经达成伟大了 当美国人民有些人还幻想川普 可能会因为通门被调查被弹劾 不可能是 因为众院 虽然掌握在民主党手中 他们提案也没用 参院在共和党手中 加上了共和党全国委会 已经决定提名川普 所以别人想要在这个中间夹缝中 希望有什么变化幻想的人 都统统没有了 反而是民主党现在群龙无首的状态 有什么七八个人要选选举总统 所以说从这一次川普的国情咨文 感觉上在他充满争议 然后很多的麻烦式的 这样子的一个政治处境里头 川普又再度的让自己 怎么讲 站在一个对他比较有利的位置上 又生了火炉起来了 那这个过程里头继续请教 陈一新教授 那川普如何能够在这个过程里头 得到共和党的全国委员会的支持 第二就是说 民主党为什么还是没有办法 能够找出来一个更 不然叫欧巴马回来选好了 台湾能还有这种想法 在美国不可能 就是说民主党为什么还是没有办法产生 不过很难讲 这个年头你想想看欧巴马当时选 没有人认识他 搞不好到时候民主党来个什么 大家没认识的素人 一匹黑马也不一定 不过川普就是一个九命怪猫 然后他的表演出头很多 所以请教陈老师 你觉得共和党为什么觉得 在这个时刻 很早就要决定 很早算很早 去年年底好像就开始决定要决定他 对 就要支持川普 所以说酝酿的也好一阵子了 最主要共和党全国委员会研判 全国委员会虽然不是了不起的一个机关 在美国等于政党 并不是一个全权决定的关系 因为在共和党执政的时候 共和党真正的领袖就是总统 而民主党则限于群龙无首 反过来也是如此 民主党执政的时候 总统就是真正的real leader 那么民党或者共和党全国委会 通常只是一个figure head 形象上的领袖 象征的领袖 那么他们早就研判了 第一 川普通过门要想通过谈和 调查是可能的 谈和却不可能 因为共和党把住参院 共和党这个众院 虽然很多选民对众院 期望盛应 希望他们能把 尤其民党的选民 希望把川普搬下来 但是众院在共和党手上 就是不可能了 另外谈和手续也不只是参政来说 还有全国 各议会都要通过这样的一个案子 非常困难 所以说加上川普还可以用 三分之二的多数来威胁 现在虽然没有三分之二 但你反对党要有三分之二的能力才行 除非共和党倒戈 我的参院是不可能变的 所以说民主党也担心 现在在川普领导之下 虽然有小缺失 但大方向是符合共和党选民的期待的 所以说只有少数的这个政策 引起很多反弹 尤其是民党的反弹 但政党政治就很干脆啊 你就民党本来就会反弹我的 我做了再好点也会反弹 所以他从来不想 不像我们有些领导人 还希望群求对手党的支持 这不太可能的 选举就是选举 玩真的不是玩假的 你只要把自己选民掌握住 就有机会 争取一些其他的中间选民 就赢了 美国选举向来不要绝对多数 只要在选举人团掌握多数就可以了 换句话说 川普基本上就知道 就是选举只要选赢就好了啦 我不需要全民爱戴 就要做全民总统 政治学上也没有这个名词 是 而且呢 就像他在国庆咨文里头 他不再讲就是说 从这个艾森豪当时的 这个伟大的十字军东征 我觉得他可能也把自己当做一个 他自己的选举 他自己的担任美国总统 当做是类似十字军东征的一种盛战 现在看起来 一个就是 那个雷根总统 一个就是艾森豪总统 这两个都是共和党的这个 有名的这个领袖啊 对 艾森豪后来还做了 哥伦比尔大学的校长 是 雷根呢 后来有个图书馆也非常有名 大家都去操控啊 包括蓝绿的领袖 都会去操控 那么这里面 因为雷根图书馆前面 还有一个柏林围墙的一个大的石块 大家都拿这个来表示 这是代表自由民主的象征 那么至于说 这两个总统是他偶像 第三个偶像 很多人可能意外 第三个偶像 就是中华民国的前总统 蒋中正 在他的办公室里面 以前就有的相片 你说川普啊 对 川普非常欣赏 这个蒋中正的 真的啊 是很少人知道的 就是很少人知道 那个利比亚的 这个以前的这个强恩 格达菲 他是三民主义信徒一样 也很少人知道 这个都是很有趣的故事 这两个世界上的 那个有名人物呢 居然都对 三民主义和蒋中正 分别有这个崇拜的这个心情 那赶快把 中正纪念堂留下来 邀请川普来 其实啊 这个是可能的 川普卸任做之后 只好可以来 对啊 邀请川普来 没有中正纪念堂 他来干嘛呢 不管怎么样 他来还是大型的 国际知识欠缺 所以说记不及此 根本想不到有这么回事 印度人也很敢念蒋中正 当时 印度人对 尤其在印度的英国人 在二战的时候 被我们的英勉远征军 抢救了好几回合 好 所以回到这个川普 他自己觉得 他在打一场胜战 所以呢 他对于 来自于 任何对他的攻击 批评 打击 他基本上就觉得 就是说 他其实就是代表 胜战士一样 这个跟他们对抗 这搞不好更增加 他自己的这种戏剧化 跟张力 所以呢 你看在里头 我们刚刚除了讲到 这个反移民 反堕胎 反中国的这个 请销 反中国的这个 经济上面 的这些 对于美国不公平的地方 那他也 讲到了 不可以反犹太 然后呢 他怎么样支持 他必须就犹太人 支持犹太人 他非常支持以色列 他这个是非常罕见的 要把耶路撒人 变成以色列的国都 对 然后呢 他在这些 种种的高度 意识形态 的这些主张里面 他都很高调的 在他的国情咨文里头 我们刚刚也讲了 这个 非常表演 十足的去展开 那么让反对他的人 也很难在这边 跟他正面的 回击 譬如说反犹太 他就把当年的犹太人 二次大战的幸存者找来 这个你就很难 很难跟他这个正面上面的 你不能批评啊 对啊 因为反犹太的背后 就是反 纳粹 纳粹嘛 所以说你这个 谁敢去 支持纳粹 跟犹太人对抗 不可能 是 所以他做的比 历届总统都厉害 嗯 那么在这样的一个过程里头 他还是能够一步一步的 在所有的危机里头 巩固他的基本支持者 那么使得 他在连任之路上面 又在政治上面先取得了门票 也就是共和党对他的继续的支持他的连任 那他只要 他甚至于你看他第一次当选的时候 他其实票数上面是输给希拉蕊的 可是因为美国的选举 对总票数 然后进军中间选民 那是他的策略 好 这种策略是所有政治人物都该学的 不管是不是跟美国相像的选举制度 不是相像的也要学 休息一下 回来继续讲 川金会在越南 回到节目现场 我是郑立文 为大家访问的是文化大学的陈一新教授 好 2月27号 川金二会要在越南的河内再度上场 那么刚刚已经讲到了 那刚好在3月1号中美贸易谈判 休兵的截止日之前 那么这当然每一次的川金会 其中背后呢 大家最要去观察的 就是对于北京的一个影响 那这一次的川金会呢 距离上次川金会的这个整个的过程当中 似乎在上次川金会里头 所答应的许多的事情 都没有看到有具体的进度跟进展嘛 所以老师这一次的川金会 想要干嘛呢 那么我们看到这个过程里头 日本 韩国 也都对于东北亚局势的一个转变 所以你看到日本呢 他也开始要改变 要对中国友好 然后对于捉摸不定的川普呢 也知道说自己必须要自己 怎么讲呢 自求多福 那南韩呢 更是更加积极的想要在 文在寅他有这个历史的使命感 希望能够南北韩和平的 统一进程快速的进行 那这些都会影响 他们跟美国原本的之间的关系 还有呢跟北京之间的关系 所以这一次的川金会老师 怎么看 每一个政治人物都了解了 这个内政的问题 常常要那个今年累月 甚至不是短期间 就是不是短期间能够达成的 比如说光是搞一个美末之间 搞个高墙 就费了他两年多的时间 还没达成 但是外交上的一次 外交高峰会就可以达成 某些重要的一个协议 而且会让人家觉得 他的外交真的不错 这个美中关系呢 短期内不可能做全面的地转 但是呢美朝关系 却可能有一定的可能的 这个程度会进步 所以这就是川普的目标 二次川金会定下的目标 就是让他外交上加分 因为内政问题要搞半天 还不一定那么顺利 但是外交上一次 只要金正恩同意做点 象征性的浪步 或者做一些小小的实质浪步 那川金会对川普来说 就是非常成功了 那所以说川普基本上 一定是从金正恩那边 得到了一些正面的讯息 而且他就是用 在这个时候同时 跟贸易产一起纠结在一起 让权利平不得不对 金正恩施点压 你一定要做出一些 像样的浪步 包括废掉几个核市场 准备 事实上北韩有很多核市场 那么废掉几个 也表示一个重大浪步 然后呢导弹呢 停止这个试射 也是个重大浪步 所以说这次川金会呢 多少会有些失职 很多人批评呢 川金会呢 第一次的川金会呢 好像川普表面胜的 其实变成拿到一个空头 空头宣言 没什么用 这次呢多少有点成绩出来 那么就比较起来 就是第二次川金会 有成就就好 因为你就会面对 来自于媒体跟各界的压力 质疑你川金会第一次 这么的高调 然后你跟大家保证了 这么多的东西 但是时过境迁之后 事实上证明 并没有什么具体的 大幅的进展 那你这一次 如果还是一个空包弹的话 那川普一定会面对 来自于各界非常严厉的挑战 跟质疑 所以如果这一次 他的川金会 不能只是还是象征性的 只是空的 形式上的 而没有一些实质的竞争 所以这次很有意思 就是说你可以看到 过去习近平 川普曾经抱怨 习近平老是在阻挠 美朝之间达成协议 其实这一次呢 他就是寄希望于习近平 而且给施压力于习近平 要你你是很想要贸易协议 是不是 那你就给我在北韩问题上 好好帮忙 就之前他也说过 你在北韩问题上好好帮忙 我就在贸易协议给你好处 给你一些重要的让步 那么习近平当然很需要 这个贸易协议 没有贸易协议 他简直无法向国人交代 所以再怎么这个 这个就没面子 也要做出一些让步 让美国满意 但是在这个过程里头 很有趣的就是说 之前他们在贸易谈判的时候 我们也看到就是说 其实北京也是有打这个朝鲜牌 那么我们也看到这个 金正恩有去北京访问 但是这里头一直释放出说 习近平要去访问平壤 习近平要去访问平壤 到现在还没有看到 都第二次专精会了 第一次专精会之后 就说习近平要去 到现在打 其实习近平都没去 都没去就是给 金正恩的压力 金正恩一直想抗拒 抗拒习近平 来自习近平的压力 对美国做点肺壳 或者是停止 试试飞弹的让步 他当然想要换到更多的筹码 包括中国的援助等等 那么他才做出一些动作 所以说习近平也晓得 金正恩怎么想 就很希望我去朝平壤 我就故意不急的去 那你就会做出一些让步 所以说这个 是个连环扣可以说是 你被习近平要求北韩让步 那么同时呢 那么习近平要向美国让步 美国又拉着习近平呢 本来朝鲜牌是应该是 习近平打的 但现在美国也在打朝鲜牌 这就厉害了 然后呢 这次又选择在越南 那么越南呢 也是一个跟美中都有 非常复杂 非常深的历史恩怨情仇的 一个地方 所在的位置又在南海 最争议最现在敏感的区域啊 所以选在河内 也是一个高度的政治选择 这个第一个理由呢 是越南跟美国关系 做了很大的幅度的改善 是 就是前参议员 麦克恩呢 就是他自立于美韩 美越关系的改善 虽然他自己是越战 被越战越共的俘虏 但是他后来不恋旧恶 决定为了国家利益 推动美越关系 那么现在呢 这个选择越南 是个很正常的 因为第二个理由呢 就是美国跟朝鲜的官员呢 都在河内谈判 所以本来是选香港 现在则是还是改在河内 因为河内对美国关系呢 比较熟悉 他们去的地方都在那边 香港则是以前那个 南越的一个重要的海军基地 那现在呢 在那边去比较 我觉得川普呢 会觉得更舒适 因为美国官员在那边 已经摸熟了 那个金正恩 也现在都哪里都敢去了 可能也 为什么不选择香港 选择河内 这主要配合金正恩的 坐机的航程 虽然差不了多少 但说不定就差那么一点 总不能说中间还来个加油吧 空中加油很危险 上次他是搭习近平的飞机 但是呢 他是要坐自己的飞机 坐自己的飞机 航程可能有限 所以到了选择 最后选择河内 我觉得很可能和航程有关 好有意思 要知道细节 就能知道他 就能掌握这个 不知道叫金正恩呢 落地加油一次 不是很难看吗 比较他坐机 倒不了这个限杠 所以这次金正恩 可能会坐自己的飞机去 对对对 非常可能 所以说这很有意思 金正恩决定 一方面呢 你吃人家手软 你家坐习近平的飞机 更要对习近平让步 这都有关联的 谈判是一个非常复杂的学问 好 所以我们等着看 在河内 2月27号 这一次呢 习近平呢 跟金正恩呢 要演出 要演哪一出 什么样的戏码 要怎么样 他才能够满足 这些嗜血的媒体 跟全世界的观众 对于第二级 第二级要超越第一级 很难 非超越不可 否则川普怎么拿出来表现 好 那讲到这个越南 跟这个亚洲的局势 那么可以看到这个 美国呢 在之前呢 已经退出了美苏销毁 你刚才在讲这个 重大的雷根的拯救 但呢 川普呢 已经退出了这个美苏销毁 这个中程飞弹淘约 中程飞弹协议 好 然后呢 大家也都知道川普呢 其实从上任之前 就一直强调 就是说 上任之后 也不断的强调 就是说呢 自己呢 要再度让美国 成为一个核子大国 然后核武呢 要怎么样怎么样进展 那这跟过去呢 我们所熟悉的 就是说 要怎么样 反核啊 反核武啊 这样一个论调啊 都是非常不一样的 那么就川普的 这样子的一个态度 然后再加上 中东局势的一个改变 然后亚洲的局势呢 看来自然而然的底下 还是成为美国呢 成为川普呢 最重视的一个场域 那么对于亚洲呢 会有什么样子的 在安全的问题上面 会有什么样子的 一个冲击 我们看到美国 其实还是很积极的 在南海的海域 进行军演啊 等等的 然后时不时传出来 不断的传出来 跟中国之间啊 有这种军事上面的 一个小小的不愉快 然后甚至于一些 小小的摩擦啊 对峙啊等等的 老师怎么看 你也看到 从去年他们 中国军舰 追逐美舰 差点造成追撞事件之后呢 中国就没有再做这个事 一方面美貌 美中的贸易战呢 真的打得如火如荼 中共在做这种事情 再多做一点呢 就会让美国更不快 那么对中国的整体力 是不配不复合的 那么另外一方面 你可以看到呢 这个美国的核武态势报告 去年二月份 2018年二月份呢 核武态势报告 已经讲清楚了 就是要在这个 这个美俄中的竞争中呢 把中国大陆拉进 纳入谈判 那么后来呢 美国退出说那些 总目标也就是针对中国 俄罗斯他现在是比较穷 美国比较不怕 因为核武要不断地 更新飞弹 要花很多钱 俄罗斯只能有限度地 花钱 很多飞弹 现在摆在里面 都慢慢会坏掉 但是呢 中国大陆却有限 他可以不断地生产 很多这个中程 飞弹的协议里面 涵盖的 不能发展的东西 因为他没有参加 这个协议嘛 中程飞弹 一些的协议 但是美国就要他 也纳入谈判 否则中国不断地 在发展中程 中程那个核子武器 或者中程飞弹 那么美国却不能够 受限于这个协议 不能动 那么俄罗斯则是没钱 所以说美国最大的目标 是放在中国 要把它纳入这个体系 还有更重要的 这个长城核武 也会希望把中国 当然这个不是一朝一夕 能够做到的事情 所以说美国也在 创造机会 创造这个谈判的一个机会 让俄罗斯也同意 俄罗斯也不愿意 完全被中共赶上了 所以说俄罗斯跟中共 之间还是有心结的 所以说美国会趁着 掌握两国的心结 慢慢下功夫 当然这个是一个水磨功夫的问题 俄罗斯也要报复 他也要退出 但是他退出能力有限 因为他没办法更新原来的核武 只能有限度的发展新核武 和维持一部分的旧核武的更新 那么这个中国大陆 这是后起之秀 所以美国就担心 有一天中国大陆 不断的发展中程武器 那么那个涵盖面 虽然不能到达美国本土 也够美国亚洲 美军受的 所以说他们就是 不断的把这个拉进来 至于南海问题 我觉得美国现在还没有真正到位 只能派一些军舰 偶尔三不五式去骚扰一下 航空母舰在那边偶尔演习一下 真正要做到印太战略成功 但这个又谈何容易 印度会不会配合美国在南海 印度只有兴趣在印度洋 但是对于南海这一地 印度有没有那么大的兴趣 要配合美国 日本澳大利亚是会配合 但是总是印太战略 包括四国 美日印澳 假如说印度不参加的话 或者是很勉强参加的话 那这个效果就大打折扣 所以说对于我们也知道 就是说 甚至于美国现在都在讲 因为川普上任之后 都在考虑 就是说是不是要重启 核子释爆 核子武器 因为对于这个 美国的核子武器来讲 还要增加呀等等的 都觉得美国的核武的能量 似乎如果再不增加的话 其实他们今天超越 虽然您刚刚讲到说 中国大陆怎么样怎么样 但是美国其实还是超前很多 当然超前很多 但是核武就跟北韩 为什么常常三步 是要释爆一下 就是因为核武的发展 新的核武核弹头 你可以用电脑释爆 但电脑释爆毕竟没有 真实的释爆来的有效有用 所以说美国以前也 法国也都在太平洋那边释爆 那么现在呢 北韩也常常叫 但是北韩呢 因为它发展的核武 是脏弹 布弹 不是右弹 布弹的话呢 污染程度更高 所以美国曾经扬言了 你北韩在太平洋上空 释爆这个核弹的话 我就会可能打吓唬北韩 那么后悲打不晓得 但是还要拿这个来做吓唬 那么美国自己还是 它是右弹 所以它比较干净 就是有核辐射 也比较危害不那么大 但是总是要 美国也很久没释爆 你看好多年来 都没看到你听到美国释爆 但是美国都是靠电脑 或者它自己在华达州 或者地下核实 但是呢 总是要在太平洋上空 释释 那比较情况呢 更能掌握 好 我们休息一下 再回来 回到节目现场 我是曾立文 为大家访问的是 文化大学政治系讲座教授 陈一新老师 那么我们可以看到 2019年呢 全世界都不太乐观 都非常谨慎 甚至于有一点悲观 因为许多大环境的局势呢 非常的不稳定 而不利 那其中呢 其实很大一部分是川普造成的 那么发动的就是 所谓的中美贸易大战 而且呢 这时候还伴随的 我们刚刚讲的 美国媒体再度释出 川普呢 即将要签这个行政命令 还是要打击华为 打击中心 那么对于这个 华为的打击来讲呢 其实之前中心 这种休克式的打击 到现在呢 要全要求他 在全世界的盟友呢 都要配合他 围堵华为 这对于中国大陆来讲 当然是一个一招 非常狠的一招 那么老师怎么看 就是说 这当然这些 我们刚刚讲到的 许多的中美局势 中美的护杠 都会影响到台湾 而台湾今年是 总统大选年 几百年来 没有出现过 就是我们的 台南的 南昆生 这座非常有名的庙 今年抽不出国运签 他所有签筒的 每一个签都把不出 都没有背 就今年没有国运签 这是从来没有发生过 不知道什么意思 今年南昆生 抽不出国运签 那这个是不是 就让我们关心到说 在这中美复杂的局势里头 然后呢 美国呢 是不是又要打台湾牌 美国一定会打台湾牌啦 但是会打到什么样子的一个 极致 会不会去踩到红线 然后再加上民进党 非常的desperate 就是民进党现在已经被逼到墙角 狗急跳墙的这样子的一个地步的时候 就想要玩这张牌 去挽救他们的政权 否则的话 很多人啊 这是很多人的饭碗啊 那民进党呢 会不会也就是情急之下 然后呢 我刚刚讲的狗急跳墙 走偏锋 这些呢 都是我们要关心的 好 就先从美国打击华为开始说 齐老师 你怎么去看美国这个动作 这个华为呢 美国是一直是从去年开始 华为就是被列为 那个技中心之后的 一个最重要的一个对象 因为华为呢 在5G的技术上呢 确实是目前是独步全球 包括Erikson 那个Lokia都还没办法跟上 美国现在准备选择 跟Erikson和Lokia的 共同研究 美版的5G 那么但是呢 华为毕竟是占了很多优势 它在全国各地很多基地台 现在包括最近的泰国 也决定不理美国的反对呢 还是要跟华为呢 测试它的这个 华为的这个一些 这个功效 那么现在来看呢 欧洲国家 德国正在开会 要不要采用华为 但是我认为呢 美国的压力还是会大 即使这些国家 会在5G的发展 会暂时落后 因为中国大陆独步全球 而且华为也扬言要撤出 对它不友善的国家 但是呢 美国的压力还是会大的 那些国家 即使为了这个科技上的需要 想跟华为合作 或者是共同发展 但都会受到美国压力 特别是5G联盟 后来发展到 不 5个 5眼联盟 5I 对 Alliance 还有现在变成A的I 就是原来是 美加 澳 英 流 现在又再加上德国 日本 法国 那么这8个国家 我想也是核心为主 那就对华为很伤害了 假如都听美国的话 那华为就没办法继续发展 现在它独步全球 并表示永远会独步全球 那么尤其美国的科技 加上日本的那么多 德国的科技 一定还是可以超前的 所以现在华为 虽然放话很强硬 但其实还是希望 美国能够收手 所以你可以看到 这次美日贸易战 几乎不谈华为的科技的问题 也不谈孟晚舟的事 就是习近平希望能够 把那个战场分开 挖碎到防火墙 让科技呢 被打击的这个层面 越小越好 那么这里面很重要 就是牵涉到美中之后的争霸战 那习近平为什么 李多 李夏宇人呢 一定有所求 希望美国在科技上 不要太过疑神 太过压力太大 那么现在呢 美国会不会这样做 看来川普家签署了 这个抵制华为的 这个一个行政命令的话 那表示美国也是把它分开 但是确实极力的不断的 继续不断的打击 华为还有其他 类似这个相关的科技的 中国科技公司 所以这里面是一个真正的 从贸易战切断之后呢 即使有达成协议 也不可能说让美国的 停止它的科技战 那么加上美国还有后手啊 就是金融战 还有这个 就是汇率战等等的 这都是美国的拿手好戏 所以这里面最重要一点 就是看中国让步 让到什么程度 还是忍无可吻 你看从去年七月以后 七八月以后 中国已经不提奉陪到底了 不敢提了 你真的要奉陪到底 美国更狠 美国会决定是更狠 那现在中共理下于人 那么美国还是继续追杀 中国没有选择 中国只能让步 中国的选择是只有 让步到什么程度 程度 哪些在习近平心中 只有一把尺 什么是该让的 什么是不该让的 他到底要让到什么程度 中国没有别的选择 这个就是美国在打击中国的时候 台湾 蔡英文政府当然 那个喜出望外 甚至可以说是 那个乐在心里 那么所以说 不断地推动 那个柳台法案 包括去年年底 12月31号的一个法案 就是亚洲再保证 倡议法案 那就是把亚洲所有国家 不是所有国家 就是美国的友邦 还有伙伴 把它变成这个 印太战略 还有印太经济计划的一环 那现在美国只是国会通过这样 那政府还没有完全承认 虽然签署了也不表示完全承认 那么所以蔡英文就想要 派口译歌去啊 派那么多人去美国 主要就是想要让美国 把台湾正式纳入 印太战略一环 那么这个当然也不是容易 印太战略一环 也不能空的 你浅舰没有 也没有F35战机 你怎么去跟中国对抗呢 差太远了 不对阵 也打不下去啊 所以说这里面的情况来看呢 蔡英文会积极打 这个连美至中的牌 那么台湾就可能要小心了 台湾现在包括这个 很多公研院啊 很多单位 政府单位都已经也禁用华为 就配合美国的政策 甚至还把一些 跟华为 或跟大陆科技有关的公司 等于是把他们的调查报告 送给美国司法部去参考 让他们 前一阵最大的一个牺牲的 就是联电 联电就牺牲了 听说是200亿美金 那么这个当然是对联电打击很大 张中文也不用太糟糕 哪一天也可能会被 你也跟大陆有合作啊 所以说也可能会被 成为打击对象 所以我觉得台湾呢 可能会很多企业界 会因为在美国压力下 跟华为这个 尖闭亲野 另外一方面呢 我相信呢 台湾呢 还是会全力支持美国的一个 对中国的 压制中国的政策 那么这个时候呢 中国大陆就会 就跟我们 拿眼前的一个例子 就是加拿大一样 加拿大把这个 孟晚舟逮捕之后呢 这个 中国对美国是不敢 不敢讲多少话 但是对加拿大却毫不客气 甚至把很多嫌疑犯了 犯毒犯了 都抓起来 定罪 甚至还有死刑的 那么这个时候 美国 当然就是中国大陆 不敢报复的一个对象 但是中国大陆 却可以把矛头指向台湾 这个台湾需要小心的 这还是科技上的 假如台湾全面进入 这个 这个一个 美中的对抗的时候呢 中国大陆可能还会出手 习近平里面 在今年1月 1月2号的讲话里面 就提到 中国不排除武力 那么这个对台湾来讲 是一个很大的警讯 过去 习近平很少 很低 多半是那些 主张武统人士提的话 不排武力 偶尔也提 但是只轻描淡写 这次显然是加重语气 而且中国大陆最近 还下了一个 就是对于军令监督的 一个行政 也是一个命令 就是要求了 中国大陆各军种 做好备战的准备 那么当然不一定 会发生战争 但是你不要说 在这个时候呢 美中两头大象 打架的时候 你去参一咖 躲地质为恐不及 你却去跑进去参一咖 那么表态 表达太明显 那中国大陆 可能打不过美国 台湾来开一道 所以其实对于 蔡英文来讲 我觉得他是 吃了衬托铁了心 因为他 连任有关 对 因为他不觉得 他有别的牌可以打 他最后一张牌 就是他唯一可以打 习近平已经是 帮他很大忙了 今天在1月2号的讲话 让他有个炮弹 来做后盾 所以到时候 习近平要有一些 更强硬的动作啊 或者是军事演习也好啊 但是也不能够在选前太近 距离选前太近 又会激起 另外一种反弹呢 北京沉得住气 沉不住气啊 还有美国 美国 激北京 会激到什么样的程度啊 那到时候 就是学一把动全身 所以说台湾 其实我之前也提到 美国那个 前不久到台湾演讲的 那个哈佛大学 这个Edison教授 他做过决策本职那本书 他后来写了一本 Destined for war 就必有一战 中美必将一战 那么就是说 这个美国应该对中国妥协 对中国浪漫 这个不是美国主流 学界政界 能够听得进去的话 但是呢 另外一位学者呢 就是这个 Mark Shamir 有希泰克大学的一个政治学教授 他提到 曾经有一篇写过文章 说台湾没有明天 其实他表面上是 刺激台湾 批评台湾